我们现在来看一般曲面坐标里头 它的operator 像gradient operator divergent curl 跟laplacian 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一般 导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迪卡尔坐标 迪卡尔坐标已经知道了 我们也导过 我们导出一般的来 我们就用迪卡尔坐标里头的值来验证 说我们导出来的对不对 对的话 我们就说 一般曲面坐标 如何变成圆柱坐标系的 这些operator 如何变成球坐标的operator 现在我们来看一般 一般曲面坐标 是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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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的梯度 那我们就把F的梯度 我们用定义来写 gradient F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有一句话讲 它就是F 在三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分量 的变化率 空间的变化率 三个方向 F的空间变化率 作为分量的一个向量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F 它的空间变化率 第一个方向空间变化率 是L1 我的第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前进一个DL 它就改变一个DF 这个就作为它的第一个分量 这个是第一个方向上的分量符号 单位向量的符号 再加上partialF partialL2 u2 再加上partialF partialL3 这是一般的这个 用定义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F 在一般坐标里面 它是用 它是用Q1 Q2 Q3来表示 用这个来表示 而L呢 这里头没有L 所以你要对L1来做偏微分 对L2做偏微分 你不能直接做 我们要用微积分里头的Chain Rule来做 Chain Rule 因为L1是跟什么有关 跟Q1有关 它是等于H1 DQ1是跟Q1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说 因为做一个 其他的就可以比照做 因为有这个关系 所以他要先对Q1来 因为他跟Q1有关 然后在partialQ1 partialL1 这是Chain Rule 微积分的Chain Rule 就好像是这样子 好像你这两个约到就变成这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又知道 L1 DL1 要等于H1 DQ1 所以 DQ1 V1 over DL1 就等于H1 H1 因此 这个值 它就变成H1 分之1 partialF over partialQ1 可以变成这个 那其他也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gradient的一般曲面坐标 它上面 它的表示是写出来 再加上H2 分之1 partialF partialQ2 加U2 加H3 分之1 partialF partialQ3 好 这就是一般曲面坐标的gradient F 我们就用一般曲标上面的 这个一般曲面坐标上面的符号来表示 那 我们不是导出过迪卡尔坐标吗 好 我们现在 把迪卡尔坐标的这些参数都带进去看看 如果是迪卡尔坐标的话 Cartition Coordinate 那么它的 Q1 Q2 Q3 这个坐标 就是 X Y Z 坐标 它的单位向量 三个单位向量 就相当于迪卡尔坐标里头的 I J K IJ K H1 H2 H3 相当于 111 我们把这些带进去 我们把这些带进去 你看看 D卡尔坐标里头的 gradient F 等于什么呀 1分之1就是1 这个是I 这个就变成 partial F over partial X I 第二项就是partial F partial Y 的J 加上partial F partial Z K 你看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我们当初倒出来的吗 迪卡尔坐标直接倒出来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经过这个转换 把它可以转换成这个 因此我们就有信心说 这一组是对的 这一组是对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转换成 圆柱坐标 转换成 球坐标 好 我们也 把这个 直 因为我们是初学嘛 对不对 还不是很 还不是很熟悉呀 所以我们就写一下 这个就是 roll 这个就是 5 这个就是 Z 它的Q1 Q2 Q3 就是roll 5Z 好 那么我们看它的 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就是roll univector 5 univector Z univector 好 好 那么 再看它的 长度 H1 H2 H3 我们看 H1 H2 H3 好 刚刚说过 这个多少 1 这个呢 roll 这个呢 也是1 好 那现在啊 那现在啊 我们就把 圆柱坐标 这个 gradient 用圆柱坐标 的符号来转换 OK H1 H1 H1是1 就是1 就是1 好 Partial F Partial Q1 然后U1 然后U1 U1就是roll univector 好 再加上 H2 是roll 好 Partial F Partial Q2 然后 U2 再加上 H3 Partial F Partial Z 这个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 在圆柱坐标里面的 Gradient F 是等于这个 这个 以后你要用这个 笔卡标 就那么写 要用圆柱坐标 要这么写 你看它这里 有一个roll分之一哦 再看球坐标 球坐标 我们也转换一下 Q2 Q3 它是R C 5 然后U1 U2 U3 就变成R univector θ univector 5univector H1 H2 H3 现在就是H1 是E H2 是R H3 是R sine θ 那现在我们把 Gradient Phi 变成圆柱坐标 那我们就有 H1 E 好 partia F partia Q1 然后再加上 H2 然后再加上 H3 分之一 partia F 好 我们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 圆柱坐标里面 它就是这个 圆柱坐标是这样子 以后我们要做题目 每一次做 每一次我们都把它写一遍 你做五题就写了五遍 你想忘掉都忘不掉 所以你这个以后要借着做题目来把它记住 好 第一个operator我们讲完了 gradient F 我们讲完了 现在我们要介绍 divergent A A的散度 向量A的散度 A的散度 divergent 那么我们现在画一个 一般曲面坐标里头的一个量 一个六面体 好 这是一般曲面坐标的一个六面体 我们把这个 这个方向 好 这个方向就是当第一个方向 U1 U2 U3 好 现在啊 我们假设 这个空间呢 有向量A的分布 啊 处处处处处都有向量A 但是向量A 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向量A都一样大 同一个方向不是 它方向可以不同 呃 但是它的 大小也可以不同 但是 可以不同 不能够乱 很乱 因为这个只是 小小的DL 很小很小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区间的一个长度 很小一个区间长度 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好像说 电厂 在这里的电厂 点电荷朝这边 这边还是朝这里 它不会说 不可能差那么多 不过你如果在 很远的话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假定说 啊 有一个 从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 从这里穿出来 我把这个插掉 向量A 好 我们还是 呃 跟以前的 基本假设一样 假定这个向量A的大小 因为它不一定 不是定值嘛 我们就假定它在 三个方向上面 它的 呃 正方向 它是变大的 副方向是变小的 然后它跟这个轴 都是 加一个角 偏那一边 哈 这是我们假设的前提 哈 现在我们说 这个 呃 可以有一个 分量 哈 这个分量呢 当这个画出来 就是 A1 分量 方向是这个方向 好 这个地方 有一个分量 这是 A2 U2 这个有一个分量 A 大小是A3 方向是U3 好 它正好在当中 当中 所以呢 如果这个地方 是Q1 Q2 Q3 的话 那么 从这里到这里的Q啊 只改变了二分之一的Q1 到这边也是改变二分之一的Q1 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它的flux 右边的flux 从这边穿出来的flux 它是等于什么 A1 但不是A1呢 A1是这里的 它在这个地方的A1呢 是右边 这个面上的A1 A1 乘上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就是DL2 跟DL2 DL3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DL2的right hand side DL3的right hand side 它不是正当中 它是右边的 好 有什么不同呢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再写一遍 A1 这个 这个可以写成H2 right hand side 乘上DQ2 这个写上H3 right hand side DQ3 因为这个H 这个参数啊 它跟坐标有关啊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拿极坐标来看 它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改变都是Dθ 都是Dθ 好 那么这是 比如说 这θ1 θ2 好 那我一个长度 这个长度 DL1 DL1等于什么 它等于这个 R 乘Dθ 那如果这里一个长度呢 DL2呢 DL2 这个写R1 R2dθ 它的角度 坐标的改变都一样 但是它这个参数不一样 对不对 参数不一样 参数又变了 又变了 对不对 会改变 所以说 你这个长度 跟当中的一个长度比 不一样 不一样 它有参数不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我知道当中的A 1 分量是A1 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Right hand side 右边的 那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好 你只要告诉我 A1 朝这个方向去 它的空间变化率是多少 比如说它现在的空间变化率是 Parsal A1 因为往这个方向是Q1 这是它的这个坐标 坐标 我坐标改变一个Q1 它的长 它就变成这么多 改变这么多 总共是坐标是变了多少呢 2分之1 Parsal Q1 好 这里用加的 因为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个也是一样 正当中是H2 右边呢 也假定越来越大 那就看H2的空间变化率是多少 好 然后再乘上 乘上这个 好 再来一次这个 H3 在右边 它是 Parsal H3 Parsal Q1 Parsal Q1 Over 2 然后有DQ2 DQ3 那我们现在把这三个都乘起来 这三项还乘起来 当然这个乘起来 这一项乘这一项乘这一项乘这一项 它就是A1 H2 H3 这是最大了 它没有这个微分项在里头 再来呢 就是这个乘这个 乘这一项 它有一个微分项在里面 你看 这一些项啊 不同的就是A1 这是H2 这是H3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再加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再加上这个 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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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Parsal over Parsal over Parsal Q1 里头就是A1 A1 H2 H3 然后这个是二分之 DQ1 DQ2 DQ3 因为这个是等于三项 每次微分一个 每次微分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乘这个 这个 那就是这个当常数 微分这个 这样子的 其他再来就是 这个 乘正项 再乘正项 有两个 两个 Parsal DQ 相乘 那跟一个 Parsal DQ来比呢 就小的很多 就neglect 那再最后一项 是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有三个 DQ相乘 更小了 我们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那就把这个 妈妈乘等于这个 这一项 这是右边的Flux 左边的Flux 我们也一样的做法 你说这个 这个 Parsal 我们用Parsal就好了 这个变成D D对不对 这个 OK 如果这是D的话 我们就把它写DQ1好了 好 写DQ1好了 好 谢谢 因为我们后面用了DQ 就用DQ就好了 这里用DQ 好 那现在我们看 DQ Left DQ Left DQ Left 它就是A1 它是负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夹角 超过90度 所以它是负的 A1 Left 乘上DL2 Left 再乘上 DL3 Left OK 好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负的A1 Left DL2 Left 就是H2 Left DQ2 H3 H3 Left DQ3 然后我们 再用这一套 当中是A1 往左边去 A1是越来越小 所以它要减掉一个 A1 在Q1方向的变化率 乘二分之一 DQ1 然后H2也是一样啊 我们也假定它越往那边越小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它就是H2 减掉 Partial H2 Partial Q1 二分之 DQ1 好 再乘上 H3 Partial Q3 Partial Q1 二分之 DQ1 再乘上 DQ2 DQ3 然后我们把这三个 乘出来 乘出来 它就可以等于负的 A1 H2 H3 好 然后就是这个 乘这个 乘这个 你看这两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负负得正 所以这一项还是用正的 Partial over Partial Q1 A1 H2 H3 好 然后乘上 二分之 1 DQ1 DQ2 DQ3 好 右边求出来了 左边的通量也有了 那么这一对 这左边跟右边的flux 那就等于这两个加起来啊 等于D-flux Left 再加上D-flux Right-hand side 第一项就消掉了 第二项加起来 看到没有 第二项加起来 它就变成 Partial Partial Q1 A1 H2 H3 然后两倍的DQ1 现在就变成 DQ1 2 加1 1 所以就DQ1 DQ2 DQ3 那左右是这样子 左右正好碰到的是 第一个分量 那第二个 上下呢 是第二个分量 前后是第三个分量 所以我们说 我现在把 Flux Total 算出来 就是这三个分量之和 所以我可以求 D-flux Total 我写到那边去好了 D-flux Total 我写成 写到这边来好了 D-flux Total 就等于三个加起来 那么 它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好 那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 体积基数 体积基数 D-total 它是等于DL1 DL2 DL3 它就等于H1 H2 H3 DQ1 DQ2 DQ3 好 那现在我们 叫Apply 我们 上一次 得出来的 说什么叫做Divergent A 什么是Divergent A 我们上次 我们上次不是导出来 它就等于Limit Tall Approaches 1 这一边呢 就等于Total Flux Total Flux Total Flux 那么 如果 这个 很小 很小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Dtol 分之一 在层上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Dtotal 对不对 我们直接写这个就好了 乘上D 因为你小的不得了 这Approaches Zero 这个不用积分嘛 它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嘛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带进来 最后它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我干脆这个 写成一行好了 我把它写成一行好了 Dtol 成上Define Total 变成这样子的 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 它现在就可以 Dtol 上面有那个东西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 我干脆就在这个地方写了 好 所以Divergent A 它就等于 因为Dtol 有H1 H2 H3 这个 这一下 跟这三个 约掉 所以它就是 H1 H2 H3 分之一 好 Parsha OverParsha Q1 A1 H2 H3 再加上 Parsha Parsha Q2 A2 H3 H1 好 再加上 Parsha Q3 A3 H1 H2 好 这是一般曲面坐标里面的 Divergent A 一般曲面坐标 那我们先拿 迪卡尔坐标来验证看看 因为我们 直接导出迪卡尔坐标的Divergent 好 那么迪卡尔坐标 Divergent A 迪卡尔坐标 H1 H2 H3 等于多少 E 对不对 那三个乘起来 还是E 就是E了 好 那这个H2 H3 这个都是E 那就是A1 Parsha A1 Over Parsha Q1 它就等于Parsha A1 就是AX Parsha X 再加上 Parsha AY Over Parsha Y 再加上 Parsha AZ Over Parsha Z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迪卡尔坐标里面 直接导出来的吗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Divergent A H1 等于1 H2 等于Row H3 等于1 所以它就是Row 分之1 Row分之1 这个是Row 这个1 所以它就是等于Parsha Over Parsha Q1 就是Row A1 就是A的Row A Row Component 好 这里还有一个Row 因为H2是Row A1 就是A Row 我把这个地方 看一下 A Row A5 AZ 这三个 写出来 然后第二项 Parsha Over Par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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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Parsha Parsha A2 就是A5 这都是1 都是1 那么我们就 就这样子好了 然后再加上Parsha Over Parsha Z AZ 这是1 这个是Row 好 我们再把这个 导出来 再把这个写出来 它就等于 好 我们 这就是 圆柱坐标 Divergent A 我们还是保持三项 第一项呢 Row分之1 乘上Parsha Parsha Row A Row 乘上Row 你到时候 这个还可以展开 这个还可以展开 我们展开太多 你不容易记 我们就展开这个就好了 好 再加上 Row分之1 这个就是Parsha A5 Over Parsha Parsha Row 因为它是对Z 做偏微分 Row呢 可以当作常数 提出来跟那个Row 约掉了 于是最后一项就变成 Parsha AZ Over Parsha Z 圆柱坐标的Divergent 圆柱坐标的Divergent 以后不能乱用 不能乱用 好 我们看球坐标 好 球坐标 A1 A2 A3 它现在就变成 A R A Theta A Phi 好 好 我们 就看 Divergent A H1 H2 H3 H1是R H1是E H2是R H3是R Sine Theta 所以这个就变成 R平方 Sine Theta R平方 Sine Theta Parsha Q1 就是Parsha R Parsha R 那里头呢 里头是 A1 就是AR H2 H3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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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H3 H1 H1 A1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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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 Parsha Parsha V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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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A2就是这个 好,现在我们也把这个展开 展开以后我们还是用三项 好,这个沉进去 你看这个是对R作片为分 你θ是视为常数 所以这个可以提出来 跟这个约掉 所以它就变成R平方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 R AR component 就是R平方 好,第二项呢 第二项R可以提出来 因为它是对θ的作片为分 R提出来跟它约掉一个 所以这个就变成R 3θ分之一 然后这个就变成partial partial θ A θ 第2项 第3项呢 R可以提出来 跟那个约掉一个 就变成R 3θ分之1 3θ分之1 partial A5 partial 5 求坐标里头的divergent A 求坐标的 以后 要看你是用什么坐标在做题目 不可以随便乱用 好,那以上介绍的是divergent A的闪度 现在我们来看A的旋度 curl A 好,一般坐标 那现在我们假定啊 我们 有一个封闭的路径 封闭的路径 它是这样子的 它正好在这个圆点 好,这个是 Q1 Q2 Q3 Q1,Q2,Q3 就是相当于XYZ 如果D car坐标的话 如果是 圆柱坐标的话呢 就是rho 5Z 等等啊 好,那现在 我们假定 这个路径叫做路径A 这个叫路径B 这个是路径C 这个路径D 那么将来我们 要做 它的限积分 是源于这个封闭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呢 它正好面对的是 第一个方向 就是X方向 X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积分呢 我们把它写成 A DL 面对 第一个坐标的 这是面积向量的方向 好,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这个封闭路径积分 它可以分成四段路径 我们假定说 这个A在这里 A还没有画出来 我们假设这个空间呢 有A的向量A的分布 向量A的分布 那么这项A在圆点 是A 好 我把这个上面这一行插掉 好 它还是照我们以前的规定 它的大小会变 方向呢 都是朝这一方面的 这方面倾斜 好 朝正方向 大小是增加 朝负方向大小是减小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分 分成四条路径 四条路径 所以它可以等于 所以它可以等于 A DL 圆着路径A 好 我们 再看 A DL 圆路径B ABCD 那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积分来积啊 好 这个积分 它是等于 我们都写到这边来了 好 第一个 圆着路径A 路径A 这个 这个长度呢 是DL3 这个长度 是DL2 DL2 因为它正好在 靠近原点这一边 所以它这个是等于 因为它很小很小 不要积分啊 就是DL3啊 很小 没有什么好积分的 但是它A的方向 A5 这就是A3 好 好 这一边 这个是A3 好 A3 A3 跟DL3 正好方向相反啊 所以它就是等于 负的 A3 DL3 DL3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直接写成 H3 H3 DQ3 H3 DQ3 就是DL3 你可以这里注明一下 就是DL3 好 然后加上B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A 也是朝这一边啊 不过它不是A 它不是A3啊 它是A3 A3的Right hand side A3的Right hand side 我看我们就多写一步好了 A3的Right hand side 因为在层上 这个是H3 Right hand side 然后在DQ3 因为这个方向跟路径夹角小于90度 所以是正的 然后再加上 这个 A2 跟DQ2 同方向 就不是同方向 它夹角小于90度 所以它就是A2 H2 DQ2 好 好 这个 这一段呢 这一段呢 那你A就要算这里的A 好 它是A2 A2 上面 上面那一段 我们换一个符号好了 我们这个是写D 对不对 我们就写D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写B好了 就是B边 然后这是H2 H2 这个也写B边 D边 DQ2 这是减的 这是减的 因为这个路径是朝这一边 A2 就是朝这一边 它的夹角是超过90度 好 现在我们来 好 A3 H3 DQ3 好 加上 A3 在B这一边呢 越来越大 对不对 越来越大 它就是等于 原来是A3 越来越大 那就看A3 它是在第二个轴这里 但第二个坐标有关系 就是成DQ2了 这不是二分之一 因为它原点在这里 所以到这里就是 就是 DQ2 然后乘上一个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等于 H3 也是加上 H3 也是加上A3 Posher Q2 乘上DQ2 然后乘DQ3 DQ3 好 然后再看 这个 这个就是 造写 减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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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上 也是增加的 也是增加的 所以也是加上一个 Posher A2 但是朝上是跟Q3 有关系 所以是等于 这个 然后 H2 那第一 Q2 好 哪一个 H3 H3 这个 你说这个 这是H3 我这个也都写错 怎么都照抄这个 我写错一定要讲 我常常脑袋响的跟手写的 跟嘴巴讲的不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展开 你看 A3 H3 DQ3 负的 A3 H3 DQ3 正的 消掉了 对不对 消掉了 那么现在就剩下 这个 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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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这个 乘这个 乘这个 那么这个 上面那个是正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 Posher Posher Q2 A3 H3 减掉这个 Posher Posher Q3 A2 H2 再乘上 DQ2 DQ2 DQ2乘DQ3 就对了 好 这个是 第一个 方向的 第一个方向的 我们现在 可以 按照这个规律 我们写出第二个方向的 朝对第二个方向 跟朝 第三个方向的 好 我们可以 把它写成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 DQ2 DQ3 就等于 这个 成这个 它是一个面积 面积 向量 朝这一边的 对不对 朝这一边的 但是它是 DL2 DL3 因此 因此呢 我们说这个 D A2 它是等于 H1 不是H1 DL1 H2 H3 DQ2 DQ2 DQ3 DQ3 好 那么 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 改写成这样子 我们说这里 把它写成 DQ2 那么这个地方 就变成 好 那这个就变成 DX2 怎么样 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人提问题 好 这是 D A2 D A2 OK 好 我们现在 照样 我们先把这个 Apply进来 我们以前讲 Curl A 第一个方向的这个 Curl A 是等于Limit S Approach Zero 那这个就是 就是S S分之一 然后这个呢 是等于 第一个面积分 我们可以慢慢呼呼 把这个写成 这个DS 我们现在就写成 DA1 这是1嘛 对不对 1嘛 DA2 因为他 他所面对的 面对的 我们还是写DA1 这是应该写DA1 才对 DA1 DA1等于这个 DA1 然后再来一个 A.DL1 好 现在我们就写这样子 Curl A 第一个方向的 你这里留一点位置 我还要写别的东西 我慢慢加上去 我慢慢加上去 这里就变成 DA1 DA1就约掉了 对不对 DA1跟这个就约掉了 DA1就约掉了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什么 H2 H3 Parsha Parsha Q2 A3 H3 减掉 Parsha Parsha Q3 A2 H2 变成这个 我现在把它变成向量 现在我们要三个面都加起来了 向量 我这里乘一个U1 变成第一个方向上面的分量 这里呢 我也乘U1 我现在分子分母都乘一个H1 这里也乘H1 以后呢 三项这个都一样的 就比较好处理 那么这个呢 比较这个 H1 H2 H3 分子1 2 那这就Parsha Q3 A1 H1 减掉Parsha Parsha 1 A3 H3 然后这个是 H2 H2 U2 好 本来它这里 是H1 H3 好 同样的 这一个 我可以把它写成 H1 H2 H3 Parsha Parsha Q U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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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H2 Parsha Parsha Q2 A1 H1 H3 U3 好 现在我把这个向量 整个 Divergent A 这个向量 就是那三个分量 之核 之核 三个分量的向量核 好 它就等于这三个分量的向量核 好 那它就大家都把H1 H2 H3 提出来 好 里头这个就是 Parsha Parsha Q2 A3 H3 先写A3 好 这样子 再加上 变成这个 这个不好写 这个不好记 我们把它划成行列式 Dive Curl A 我们可以写成 H1 H2 H3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单位向量 不过它要每一个单位向量旁边都有个H 看到没有 然后Parsha Parsha Q1 Parsha Parsha Q2 Parsha Parsha Q3 然后这个 A1 A2 A3 旁边都有一个H 好 一般坐标里头的 Curl A 一般坐标 我们现在把它用迪卡坐标来验证一下 迪卡坐标 Curl A 等于什么 E1 就是E 不要写了 这个也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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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I J K Parsha Parsha X Par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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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Parsha Parsha Z 然后这个就是 等于A X A Y A Z 我们当初导出来不就这个吗 不就这个吗 所以 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个了 那我们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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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好 Curl A 等于 H1是E H2是E H3是E H2是R 是Row 所以这里有一个Row 好 这个就是Row 这个旁边有个H2 就是Row Parsha 我写开一点 Row Parsha 然后这个就是Z 然后这个是Parsha Parsha Row Par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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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然后这个就是Arow 这个A5 旁边要注意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H2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好 我们再看最后球坐标 H1等于E H2是R H3是R Sine Z 所以行列是前面 有一个R平方 Sine Z 分之1 然后这个是R Univetal H2 然后这个H3 好 这是Parsha Parsha R Parsha Parsha Z Z Par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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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就是R Component 这里R A Component R Par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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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lA 你的旋渡